这个女人竟然悬浮在空中 她在家里做家务 咣当一声 手里的杯子掉在地上 双脚间离开了地面 她两只腿来回滑动 想努力够到地面 却怎么也落不下去 丈夫急忙打求救电话 两名200多斤的医护人员 用尽吃奶的力气 都没有办法让女人的双脚出地 甚至都没有办法让她移动 随后医生来了 她测量了女人离地的高度 短短几个小时 女人离地的高度又增加了几厘米 医生被女人做了体检 她非常的健康 只是医生啊 也没有见过这种病症 她只能先给女人抽血化验 并保证女人很快就会好起来 要这样一直上升的话 女子是否会飞出大气层呢 具体让伯燕给大家讲讲 这个女人名叫凯莉 突然发生这样的事 全家的亲海之鱼 也只能是慢慢习惯 只见她飘在空中 那是哪都去不了 女儿给她送喝的 护工给她梳头发 丈夫给她拿了便携马桶 一切都得在空中解决 等到了晚上 就裹身上一床被子 丈夫请来专家 给她口袋里塞进去各种威器 都找不到选服的原因 你们太无能了 丈夫大骂专家 但这也是无济于事 悲惨的凯莉还在升高 就连上厕所 吃东西 洗涂放睡觉 都要在空中完成 又裹了三天 凯莉已经升到了天花板 而她只能低日头 专家为了测量高度 并且说到 以凯莉现在的升温速度 只需要短短十周 凯莉将上升到 3650米高空 由于高空缺氧 凯莉需要衣服保暖 还需要氧气 再过几个月 她就会突破卡门线 而卡门线的意思 正是外太空 与地球大气层的界限 过了这条线 女子就会冲出太空 而在宇宙里面 根本没有氧气 凯莉最终啊 还是会丢掉性命 专家和学者 对她怪病 都是束手无策 唯一能做的 就是增加她的重量 让她上升得慢一点 专家还建议啊 在天花板上钻个洞 让凯莉舒服一点 原本十分乐观的凯莉 那是沮丧的红生眼 丈夫和女儿也十分难过 为了让凯莉站直 丈夫只能把二楼地板 跑出个大洞 而这电钻就在旁边 凯莉吓得大叫女儿 正在喜欢女儿 把水流开得最大 她也不知道 如何解悬不清的问题 终于地板切开了 丈夫拉着凯莉的手 终于能站直了 二楼的位置 正是女儿的房间 凯莉是意识盯着女儿学习 而她这个女儿 那是长相不出珠 学血不出珠 只有体重多珠 别看她17岁 已经长得到了180斤 而最新的一次考试 只考68分 凯莉一直最关心的 就是女儿的学习成绩 被母亲一直盯着的女儿 感觉自己毫无隐私 让凯莉能不能 别总盯着自己 没想到母亲 开口就训斥女儿 哦天哪 看在上帝的份上 继续学你的 女儿也只能无奈地 转过头去 这一天是凯莉和丈夫的 结婚纪念日 姐姐给凯莉 换上了漂亮的裙子 丈夫带来一瓶香槟 庆祝属于他们俩节日 既然无法改变事实 就珍惜当下幸福 两人完成了人生 最后一次开车 等到女儿放学回家 那时看见 母亲的脚上绑着一个绳子 直接母亲发出了痛苦的声音 女儿是赶快去厨房拿刀 割断绳子 没想到却被父亲拦下 不让她割断 原来啊 这绳子就是父亲绑的 她想阻止凯莉继续升高 这升厨房子到底该怎么办 凯莉不断大叫 女儿直接推倒了父亲 赶快割断绳子 父亲也明白 不管她如何努力 都无法阻止上升 一周以后 凯莉升到了五百 这个女人 悬浮在空中已经一个月了 她每天都得升高 可以说啊 这就是反牛顿重力第一人 只见凯莉 那时全副武装的 飘在自家放的一张 而女儿和丈夫乘坐升降梯 给她准备了食物 水 衣服手机 还有打发时间的书本 和保密的氧气瓶 女儿把自己的MP3 也给了凯莉 里面特意下载了凯莉 最喜欢的音乐 欣赏不来母亲品味 凯莉把沉甸甸的背包 背在她身上 她想啊 也许这样做 就能延伙的上升速度 只见女儿和她拥抱口边 一家人都是心知肚明 这会是一家人最后的见面 一旁的丈夫是一言不发 可就在升降机 要降下去的时候 丈夫突然张开手臂 紧紧地抱着妻子 她舍不得妻子离开自己 但也毫无办法 凯莉是越升越高 她彻底飘在空中 晴天被太阳晒得厉害 她戴上草帽 这台阳光 偶尔玩玩数字游戏 打发时间 天气也是说变就变 这雨天造访 她就只能泪泥 越上升 空气就越稀薄 而温度也就越低 凯莉穿上了厚厚的衣服 戴上帽的手套 而这脸呢 还是懂通红 几天之后 背包里的饼干 也只剩下最后一块 她又冷又饿 打电话给女儿 她听见女儿正在做饭 凯莉并没有说自己的难处 而是关心女儿的成绩 家里之前呢 一直都是凯莉做家务 而女儿啊 连烤面包都没学会 凯莉又盯住女儿 丈夫喜欢吃热的食物 又问起女儿进来的学习情况 这下连女儿也不知道 到底该如何回答 毕竟这女儿一切都是 刚开始学习 做的也都是一段糟 然后就挂了凯莉电话 为了平复心情呢 凯莉掏出女儿 给她准备了MP3 想要听歌换个心情 但是没想到 这耳机刚插耳朵 就一不小心 把MP3掉了下去 这下凯莉的情绪是彻底崩溃 她倒吼起来 终究来回提灯 但她依然飘在空中 地方都不动一下 她实在不明白 为什么要她承受这样的痛苦 此时啊 这成全的小鸟飞向凯莉 她心情是更晕啊 心情不好 小鸟还来捣乱 女人绝望地附在空中 一群小鸟将她包围 小鸟在她身边穿梭 她吓得捂着眼睛 更加绝望了 但是没想到 这小鸟在她周围啊 那是围成了一个圆圈 凯莉好奇地看着小鸟 心情终于好了一点 也许只有自己才能有这样的感受 等到了夜晚 天空下起了倾盆大人 凯莉在空中无助躲藏 被凌晨露汤机 家里的丈夫十分担心她 女儿看看家里的大洞 也非常担心无惊 只不过谁也帮不了凯莉 凯莉穿过了云层 来到了卡文仙附近 马上离开大气层 空气也变得越来越稀薄 凯莉开始呼吸困难 她戴上氧机罩 最后一次拨通了家里电话 只见妇女俩激动了手的电话帮 凯莉没有再叮嘱女儿好好学习 而是肯定女儿 无论做什么 自己都会会在感觉骄傲 还让她和父亲相互照顾 凯莉说了这么多话 丈夫知道凯莉一定没带氧气罩 叮嘱她改变 但是凯莉已经不许地坚持下去了 随后一个背包 从家里的洞中掉下来 那正是凯莉的背包 里面还有她在氧气里面 凯莉让父亲把家里大洞堵上 她对着减轻重量 让自己快点飞过卡文仙 大洞应该再也用不上 电话信号断续续 等到了最后 凯莉的手机也从大洞里掉下来 直接水里粉碎 看见手机丈夫明白 凯莉心里一绝 她不想再突然时间 让自己更难受 凯莉终于穿过了卡文仙 伴随着太阳升起 凯莉是月飞高 永远地消失在了天空当中 失去凯莉的丈夫女儿抱多痛哭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家里都被修好 女儿学会了做家务 和父亲的关系缓和了 学会了照顾父亲 而这之前 需要母亲督促才不耐烦 开始学习女儿 现在吃饭的时候 也不忘记学习 然而这一件 凯莉都看不见了 而至于 这凯莉为什么会悬浮到天上 也许 凯莉本来就是天使吧 本片 到此结束 本片叫《卡门线》 是一部24分钟的短片 本期问题 如果戈壁老王也漂浮起来 只能选三样东西带 食物和水管够 你会让老王带哪三样东西呢 发到本人区哦 伯乐会让老王带上手机 笔记本电脑还有帐篷 火炎 你会带什么呢 我必须得带上太能电池 要么没电还怎么办 我觉得再带个氧气机也不错 那个绝对不能缺氧 对 是了 说说本片 看了后很有感触 人们总是在失去以后 才学会珍惜当战的一切 也总是在无人可依靠之时 才发现 亲人被自己的默默付出 不要等到失去以后 才想补救 珍惜当下的每一寸时光 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亲人朋友 还要珍惜我们熊熊 跟大家的缘分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大家记得长按点赞 还有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